做出一個這個多按鈕的一個練習 那裡面呢我們基本上 主要是把按鈕本來是HoloWord是一個按鈕變成這邊有13個按鈕 那這個13個按鈕你要把它排版的話特別注意 裡面呢你可能需要先用Layout 這個Layout裡面又分成那個Holy Rental水平的 跟Vertical垂直的 那我們會先用一個Vertical的 先這個Vertical先放在外面 也就是說呢先確定他這個走向 主要的走向是垂直的 再把這個裡面呢放一個這個這個是一個TestView 所以你可以在這個VG裡面呢找到一個這個TestView 然後裡面好幾個TestView你就找一個TestView抓過來 那這個裡面的話修改它的包含就是它的顏色 那顏色的話就是TestColor 你可以自己打這個緊開頭00FF00 這個是16鏡位的顏色 或者旁邊有個按鈕吧你可以點擊進去可以自己選 顏色 然後這個 大小你可以有TestSize 他這邊有大概30SP吧 然後呢上面的Test就給他電話號碼 再來的話就是再拖拉一個這個Holy Rental 這個水平的 因為我要在這個地方放三個按鈕 那特別注意就是我先放一個水平的Holy Rental的這個 這個Layout 因為如果你沒放這個Layout的話你會發現 他123會變成垂直的你放三個他變成垂直的放 那垂直的放呢你就沒辦法達到那個 我要放在同一列的這個部分 那你放上去之後也許你可以先新增一個 並且調整他的寬度 不過調整寬度特別注意 拖拉過來他會自動在那個好像 有一個Layout的那個位置 他會自動把那個裡面的數字給清掉 然後呢 寬度我這邊記得我是把它設為50DP吧 那分別把裡面的字改成1 Test改成1 然後做一個之後呢再複製第2個複製第3個 他會自動放成橫的 那最後的話呢再把它置中 置中的話呢就是這個 這個本身有一個屬性吧 有個Gravity 裡面的話你把它選擇Center 他才會置中 否則的話他預設的是 靠 左對齊 然後呢你做一個之後你可以把 這一個Layout呢 再把它怎麼樣呢 複製一個 複製兩個 複製三個 我是複製第4個 因為這個 最後的話只是把另外兩個按鈕刪掉 然後把它的寬改成150 分別 換個裡面的字 然後呢id部分的話呢也許這個是b01 b02 b00 這好像b 10吧 這個11 那這個bclear吧 那分別呢再去修改他裡面的id 反正就是 其實我做app都有固定的那個SOP 反正你就把這個SOP 記下來 以後的話 無論你是做哪一 哪一種app 反正他一定會有一個 要跟 使用者溝通的一個界面 那這些界面基本上不外露 就是利用Layout Layout就排版 裡面放Witch 放元件 這些元件的話呢 主要是跟使用者溝通嘛 如果你要秀一些訊息 就是testview 這個是唯獨的 只能秀 OK 然後按鈕的話跟他互動 他如果按 按了什麼動作 那當然你如果有按鈕的話 後面 你就需要去 做一個 建立一個什麼呢 一個Listener 這個Listener的話就是 像Hello World的一樣 點下去 所以你必須在上面 增加一個 增加是set set on click Listener 增加一個Listener 就是隨時 監控到底使用者有沒有點擊 那點擊之後的話呢 你就怎麼樣呢 在這邊加個1 按2加個2 那最後有個清楚有沒有 清楚的話是刪掉最後一個字 這個是上個禮拜 我們講的重點 應該都還有印象吧 不過我是建議啦 一定要自己 自己從頭亂過一遍 那其實我是比較重視是實作 所以大部分 要是我的話 我會請同學 就是隨堂測驗一下 丟個題目 就類似像這樣 反正你就把它做出來就對了 最後能夠work 才是對的 因為 像國外的考試都要考那個選擇題啦 可是其實國內啦 像那個TQC Plus 他有一個Enjoy的那個認證 那個認證呢 除了考選擇題之外 他還考10座題 這個10座題就是給你120分鐘 120分鐘裡面做20題選擇題喔 剩下有3題 3題10座題 要你在120分鐘裡面 先把選擇題做完 再把那3題做完 然後那3題是10座 就是 4人工月券的 所以如果有興趣啦 我是建議 如果你將來想要走那個App 這個工程 就是這個 這個方向的話 好 至少那個認證啦 反正不管啦 你說國內國外 反正好 你到 Interview的時候啦 你有總比沒有來的好了 OK 而且如果你用非本科系 的話 那個 那個可能加分 就會加更多 OK 所以 我是鼓勵啦 有同學問說 你到底這個證照有沒有用啊 我說你一張都沒有 怎麼會沒用呢 對不對 你沒有跟有就是有差別了 OK 更不要說 你有幾十張 跟你一張都沒有 OK 我學生裡面很多幾十張 很多人就會酸說 考那個浪費錢 會講這種話的人 就是表示他應該一張都沒有 他才會講這種話 我常常聽到那種 很會酸 而且網路上現在很流行酸民 好像你很好 那就酸你幾句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當然第一個 我們上個禮拜講的一些重點 那其實 都在這上面 那你其實 如果你要重新建 也都可以啦 因為這邊上面我都有放那個 最後的sauce 包含界面 其實如果你要重新建一個這個啦 很簡單 你又開個新專案 然後在那個什麼的 Active Main 在XML裡面呢 把這個 從頭到尾這一串 有沒有 介面部分呢 把它複製貼上 其實你就會看到我一模一樣的 然後你把那個 我們的 就是 有一個 Main Attivity 就是那個點 Java 層次 其實你就把這邊 一直複製 貼到哪裡呢 貼到底下這邊 這一段 貼上 這兩個貼完之後呢 其實呢 就跟上個禮拜一模一樣 所以 三個步驟 建立新專案 專案名稱也許 我上個禮拜是 CH03 Multi Button 第二個的話 你就是怎麼樣 它會自動開啟兩個東西 這個 有沒有 你就把那個sauce貼到哪裡呢 Test裡面 有沒有 OK 貼 貼你要會貼 你不要連貼 貼都不會貼 網路上有很多東西可以給你貼 但是我發現有很多人連貼的能力都沒有 你說 到底 很多同學會問說 到底這個 很多人說 就不要用貼的 全部拿到自己來 當然 我其實不排斥 其實你只要做得出來 我覺得你 你就有那個功力 不是說你一定要從頭到尾 而且甚至我還聽過 有 那個 很厲害的高手 說不要從這邊做 這邊感覺很low 一定要自己 這邊打 sauce 這樣才厲害 就想一想 有一定要這樣嗎 不一定 反正做得出來就好了 有真的很厲害的工程師 他是一行一行自己call 可不可以可以啊 沒有問題啊 你就放個testview 中間你可以打 你就會冒號 id 也是可以加屬性 然後等於什麼呢 你這個就要自己打了 他會有一些提示啊 如果有興趣同學可以自己做做看 然後這個是我們的 view的部分 界面 那再把程式部分貼上 就這一些 那包含當然我講過了 程式裡面的最重要的那個 宣告物件嘛 然後連結 再來就是事件 反正這三個 三個部分 你做完之後呢 再把那個模擬器啟動 你就可以把它執行過去了 不過呢可能有同學問 一個問題就這邊 為什麼我們舊的程式是 Activity 不過呢這邊有一個叫什麼 App Compact 反正他就是Activity 只是說他是 Activity的一個變種 反正他都是Activity 而且他都是 就是反正他這個是 等於是 因為他後續的版本 會有很多的改版 沒有沒關係 這個反正Activity跟 App Compact Activity 其實目前把它當一樣 至於有什麼不一樣 也許你有興趣同學自己來查一下 反正你Google一下 把這個關鍵字放Google上面就有答案了 OK 好那最後的話就是把那個模擬器啟動起來 那我們把它弄起來 基本上 模擬器我講過 我們用X86的 這個地方上禮拜有同學問 就是他啟動的時候 會跳出什麼 你的VTX沒有打開 請你在BIOS裡面打開 這個因為 我想不用DEMO 應該都會吧 你就 開機的時候按 Delete 或者F2 跳到那個Menu BIOS有沒有 有個Menu 反正你就找一下 裡面一定會有一個叫什麼 Hyperthrow 還是什麼 VTX 反正你就本來是Disable 那你就把它變able 才可以啟動 否則的話 他沒有辦法用X86模擬器 那如果你不能用X86模擬器 也許你不然的話你就是 重新再建一個吧 那你可能就是說 一樣我之前用的是 Q QVGA 但是你選的時候 你可能就是 用Other 有沒有這邊有個X8 對不對 你用Other Other的話 這邊有一個arm ARM 那你就選多少呢 我是建議你也不要選太新的版本 你大概也是選那個4.03的版本吧 那有Wiz Google API 跟沒有其實目前那練習沒有影響 那如果長遠也許你可以有一個Wiz 那你可以把它 把它下載下來 它有兩個版本 至於這兩個版本有什麼差別 然後後面有多一個V7A 這個我不是很確定這到底有什麼差別 你可以試試看 不過這個應該目前你弄情形都一樣 然後呢你就怎麼樣呢 把它下一步下一步 看一下 那個 Other Better 它是建議就是你要用那個啦 就是Performance部分會比較好一些些 OK那當然這個部分的話請各位就是 如果你沒有那個 就是X86環境的話 那你可以用那個 On 的這個環境 然後把它啟動之後的話 這個時候呢 因為我們環境是I7的 所以它啟動會先跳這個 等於是有點加速器 然後呢 會再把模擬器給啟動起來 那這個這個時間其實非常的短 當然如果你今天是用 比較低階的那個 CPU的話 跑的時間會比較久啦 不過 印象中也不會太久 大概都幾秒鐘就完成 可是如果你用On的話 那非常非常非常的久 你會以為是不是開不起來 其實不是 它還在正在開 我曾經開10分鐘 它還是開不起來 如果開10分鐘還開不起來的話 那用On其實有時候是正常的啦 我還是強烈建議 如果你要玩這個東西 可能在你的那個設備上面 還是符合它的要求就OK了 那最後你把它執行過來 那當然它就會怎麼樣 按下這個執行 理論上它會跳這個 請你選擇你的Target 就是你要在哪邊去把你的那個 就是 你這個App執行起來 那它裡面理論上 很簡單它就是幫你把你的 那個專案 打包成一個 APK APK 副檔名是APK 然後呢 丟到模擬器裡面 那模擬器裡面偵測到有APK 它會幫你安裝起來 那也就是說 安裝檔一般都是APK 你按OK 它就幫你裝起來了 那這底下會顯示說 它現在在幫你run 而且呢 幫你install APK 這個時候你切過來的話 理論上應該是看到了 那正常狀況應該是這邊 有123456 OK 然後清除清除 有這個功能 清除到這裡的不會再清了 OK 那 程式部分上禮拜都有 就是這一些東西 那只是最後呢 我們講到就是說 如果今天你要多國語系 那什麼叫多國語系呢 如果你今天好是在比如說像我們這個環境 這個環境呢 目前是哪個語系 我不知道 沒關係你可以 這邊會顯示嗎 那你可以在 設定裡面 當然 這個環境已經被我上個禮拜改成那個繁體中文的 可是呢 如果你今天你的語系 不是在繁體中的環境 而是在比如說我們最最最多的吧 也許是 現在應該可能英語系國家了 如果假設英語系國家 那你可以怎麼樣呢 在這邊有一個叫 語言 其實你記這個圖示就可以一個小A 語言與輸入設定 這邊有一個語言 你可以把它改成那個其他語系了 那今天的話 我們要來看 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呢 希望改成繁體環境 他繁出來是繁體 如果日本語 假設日文的話 他會繁日文 假如說呢是像韓文的話 那你可以繁韓文 或者如果他是英語系國家的話 像這邊有一個english 那 預設大概是united state 所以這邊的話你可以選這一個 那理論上呢我把它設定完之後 他會變成什麼 變成英文的操作環境 所以在英語系國家他一拿到手機 理論上是 顯示的是英文 有沒有這些訊息也變英文 那可是如果說我今天呢 繁我原來的 這個專案的話你會發現 他還是顯示電話號碼 還是清楚 所以我如果希望 他可以在 不同的語系 顯示 不同的那個訊息的話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的 如何製作一個多國語系的app 那這個非常重要 那你剛才練習的時候 可能還還OK 但是最後你要把這個app推出去的話 就需要把它變多國 所以 我們其實 有兩個地方需要注意 一 電話號碼 小帽號 其實就電話號碼這四個字 你必須要翻譯 至少我們 可以準備四個環境 繁體 簡體 日文 韓文 五個吧 在英文 假設五個環境 然後 還有清楚兩個字 我希望呢 可以把這個環境 在他切換成不同語系的時候 他會顯示 使用者端看到 應該看到的語系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這個我想第一個 你們可以切 一樣會切到這邊 這個 我們的 界面部分 那界面部分 上面會有個language 你可以什麼呢 language裡面呢有個 Edit 這個 Translations 這個 不過我是覺得啦 他那個新的版本 以前是用Eclipse開發 反而比較好 因為新增就自動會產生語系 但是Android Studio 反而沒有 不過沒有也沒有關係啦 我們需要做一點點事情 這個時候你必須要切到那個project 你的專案裡面 專案裡面呢有哪個地方呢 去決定你的語系 特別重要 其實你的語系都放這裡 Values 這個RES是resource 指的就是你的相關的資源檔 然後其中你的語系 你的一些文字資料呢 通常會放在Values裡面 那要怎麼做才能完成 其實這邊有Strength Strength裡面 特別注意喔 你必須要把你的 字串 文字 比如包含電話號 碼帽號 跟 清除 這兩個字串 放在Strength裡面 然後呢 不同的語系 給一個不同Values的一個資料夾 這樣子的話 切換語系的時候 會自己去找到 他應該對應的那個 就是所謂的Strength 這個字串的 支援 OK那怎麼做 我想各位先把那個上個禮拜的 這個專案先打開好了 理論上應該 你們把它開起來 如果你的還在低跌的話 應該會恢復成原來的 這個狀態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一下 所謂的多國語系 該怎麼做 會比較簡單 一般書裡面當然每一本書都 或多或少會有提到啦 不過我是覺得有一些書寫的反而是 比較沒有那麼清楚 而且呢 就我們做多國語系的過程當中 還發現一些BUG OK這個BUG的話呢 那要怎麼避免 會比較是一個好的方案 我想各位先把那個 上個禮拜 的這個重點 稍微回顧一下 然後呢 待會我們再來看一下那個 有關多國語系 要如何去 這個 產生字串的支援檔 然後呢 如何把 你的那個文字 放在那個你指定的那個 訊息上面 讓他正正確的顯 是